欢迎回到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骏相带你 哇 真相 刚广告之前我们听到 花钱请人洗车洗出一肚子火 那怎么办呢 自己DIY好了 接着庞德带我们出外景 庞德今天要教我们什么呢 当然我们知道DIY不能跟专业洗车比 但是呢 有多少东西做多少事嘛 对不对 所以来到这种DIY场 第一个先看你准备多少给西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有什么好了 都在这里了 好 水桶一定要有 然后呢 第一个你要清洁的时候呢 一定要海绵 然后海绵呢 洗完之后总要擦干嘛 所以要有擦干布 那如果说你要求更好一点的话呢 洗完车之后要打蜡 这个打蜡 一定要先以高压清水 把整车先喷一次 洗之前就要先喷一次 我们来试试看 上水有学问的话 来 车上车下去 我喷这个我一定顺便做一件事情 我想说冷气很重要 冷气散热变就在车头啊 顺便的高压枪啊 把它喷一喷 洗车的时候 不管是现在在喷水 或者是待会有海绵洗 原则上一定是从高处往下洗 伤东西才会从上往下流 旁德 我们在洗车的时候 我看你都是水平式的推移来回 那这个姿势可以吗 其实我刚才讲 因为重点是要从上往下 这一定是横面的从上往下 你如果上下就没有上下的效果了 OK 强力水速过旁德 我们真的接下来要进入实质洗车了 对 现在只是大致上喷完之后呢 你没有经过抹擦这个动作 当然不会干净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如果用泡沫辣的话 这个泡沫呢 就是有清洁的效果 跟洗车机那个泡沫是很像的 我们就把它均匀的 噴在整台车上 好 旁德 我们刚看到你在那边上肥皂的时候 到底要整台车上完还是一个板件一个板件处理 对 其实我们要求多一点的话 就是说你最好呢 一个板件洗完之后 把这个海绵再用清水洗一次 再继续洗 因为我们刚才讲嘛 最怕灰尘跟板件摩擦 对 我们今天比如说洗一块板件 洗完之后呢 你上面一定有沾这一块板件的灰尘嘛 脏东西都上来了 对 所以你看我们在干嘛 装清水啊 肥皂有了要清水啊 对 抹完一个板件之后呢 把这个海绵上面还有肥皂跟灰尘嘛 在清水桶里面洗干净 再洗第二个板件 如果已经干的话 记得一定要泼点水再洗 好 一定确计要 确计一定要 要这个湿而不是干的 对 你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干净哦 没错 其实还是有一些灰尘啦 所以这个板件洗完之后 我们洗一下海绵 记得哦 每一个板件洗完 海绵一定要洗干净 再上另外一个板件 好 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它洗干净了 也要擦干它 接着旁边赶快要上蜡咯 如果说你对你的车要求这么低的话 就直接上蜡吧 真的吗 要求高一点啊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我们刚才只是用肥皂 肥皂跟洗手一样 你只能把油污洗掉嘛 没错 但是我们知道车袋跑地上很多薄油啊 甚至工业落成啊 那个黏在车的板件上 其实用清洁剂是洗不掉的 这个手上说什么 一个是我刚才讲的薄油去除剂 一个是汽车美容专用的黏土 这百货店都买得到 来我操作看看 好 我们看板件好像很干净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两个东西我们试试看 第一个呢 先把薄油去除剂喷上去 你看为什么喷这里呢 因为通常这轮胎滚动嘛 对 薄油最容易喷到这个部位 就是下方的部位 在这里最容易有这种残留的薄油 你用手去摸的话一颗一颗的 你喷这个之后呢 它就会溶解 好 那你上面的板件呢 我们有一些人可能会用一些出蜡去跑 但出蜡其实会抹到你这个亮光漆 最好还是用黏土 去买这种专用的美容黏土 好 在这个板件还湿的时候 我们试试看 它还要加点水啊 对 最好在有水的这个面上 好 轻轻的来回摩擦 这会起什么作用呢 你看 诶 全部都黏上来啊 本来是黄的哦 对 你看我刚才这一小块就变什么样 就变整个是黑的了 它把什么黏上来呢 就我刚才推的这一块啊 这块你看起来觉得很干净啊 对啊 它不是很干净了吗 诶 你经过它之后 没有很干净啊 还是有很多小小的一些细纹 你透过这个美容的这个黏土整车 如果你有那体力的话啦 整车从那里擦一遍的话 就发现整个黄色的变成黑色了 所以真正深层美容 才是从黏土开始啊 对 所以人家讲什么 小美容大美容是有差异的啦 真的 如果说你要深旧的话 柏油记录机也试一次 黏土也整车跑一次的话 车材真的能够叫做彻底清洁 好 跨稿家你会知道 柏油也清了 细微看不到的脏污 也都用黏土清起来了 接下来呢 旁边要带我们进入最最关键的一个过程 所以刚才经过那么多道程序呢 清洁的部分已经接近所谓 专业小美容的程度了 是 那现在蜡的部分呢 你能做到多少也是量力而为啦 第一个就是说你到卖场都买到这一种 所谓的一般的细蜡 对 好 这种细蜡呢 说实在的 它只具有非常轻微的清洁效果 所以如果你车洗得不够干净的话 这时候打蜡呢 其实是效果很差的 是 那我们现在做那么干净的话 好 一样 好 这个粗蜡 好 这个细蜡 好 这个细蜡 先用这个上 薄薄的一层 对 然后呢 也是一样 上之前先想一下 现在如果大太阳底下 不行 要室内 哦 情况不能在大太阳底下 为什么呢 因为大太阳很热 你一抹之后 你看 现在有点油油的嘛 对 如果大太阳的话 马上就干燥了 对 我刚才不是讲 切记干燥 最怕干燥没水分 对 没错 所以呢 抹上去之后 还是在湿润的情况底下 对 以一块反应为单位 好 这第一次的这个蜡 干的东西叫上蜡 现在叫下蜡 一样把他推开 把我推干净 基本上你旋转 有打到觉得很光泽 没有颗粒的感觉呢 大概就已经完成了 好 看到这个地方 五分半斤 整头的工夫 通通毫无保留的 跟大家来做报告了 来 但是庞德 我们看到 今天去拍你的时候 好 我们两个大颗 小颗颗 很累 很累 只有洗半部车 所以很多人想说 我们没那个工夫 那我还是花一点钱 所以告诉我们 今天我花钱去洗车 还有哪一些陷阱 我们可能尽量要避开 是 有时候这个临时 要找不到地方洗车的时候 还难免会洗到那种隧道式的洗车 刚才郑威提到的 对 像我自己的经验 说实在有几种车 不适合洗隧道洗车 第一个就是太高的车子 休旅车 对 太高的车子 它那个其实上面 那一个滚轮 它是有一定的压力 你越高就顶得越紧 越紧它当然就容易磨到插伤 对 第二个就是太宽的车 因为我们知道 你看它轨道 它地上轨道只有一道 不是两道 你只吃集中一道 等于不管大小的车 都进这一道 那另外一边呢 你越宽的车 那边的滚轮就压得越紧 甚至可能后照镜 把你打掉 好 再来就是 如果你是车尾有雨刷的 是 非常容易被打断 对 所以通常那些工读生 有时候很辛苦 就好 让你洗了 但是呢 在滚到后面的时候 特别按一下按钮 那么不能提高 闪过再下去 但是人操作 那你还要遇到细心的 对 很多经验很好很棒 但有些如果交接不完成 打到那不是糟糕吗 还有一个 如果说进隧道之前 它没有先用 类似我刚才节目 刚才里面讲的 没有先用高压喷枪 把你的车子喷一遍 就让你进隧道 我认为这个呢 绝对是把你漆瓜 坏得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哦 我们那个隧道洗车 并不是收天线 耳朵收起来就要进去了 很多没搞 但你可能会想说 既然隧道有这么多的 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送给人家洗 会不会比较保险一点 人工的 对啊 其实有一项 我今天特别拿这个轮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说什么呢 我们在轮圈你看这个 哇这个1234567 哇十几根耶 对不对 真的洗起来很费工嘛 对 所以有时候呢 你会看某一些 这个洗车业者呢 他看你这轮圈 哇好复杂哦 他就想说呢 拿个洗剂 先用喷 先用那种喷雾剂哦 喷喷喷喷喷 喷好之后呢 让它溶解一下 溶解一下 然后呢 直接高压喷 这样一喷哦 哇就亮晶晶耶 没错 哇这高科技对不对 快又有效 其实你感觉很高科技 其实这是一种 省工的做法啦 因为你看 为什么能够 直接喷一喷就直接喷掉 因为那是强势 强力的洗剂 那不是很好吗 对这个强力洗剂 你要知道一喷的时候呢 包括你这个车的漆啊 呂轩这个漆 有可能会因为高压喷 这样一喷之后脱落 哇那我因小失大了耶 对 而且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你呂轩换就是喷漆嘛 如果说那个洗剂 喷到背面啊 我们知道里面的刹车啊 对 ABS的感应器啊 都在里头 很多橡胶质的一些导线 对 也可能因为那个洗剂 而脆化分解 一喷呢 短路你看 还得了啊 ABS耶 对不对 车内衣包板就会亮灯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如果说呢 你很担心有这个问题的话 要不然就要求业者说 好啦 看工钱多多少 你替我用手工洗 要不然这个部分 就留给自己DIY 慢慢用海绵去清洗 才是正途 所以洗车到底还有什么 Pepple跟您要注意的ABC 广告回来继续说给你听 欢迎回到武器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带你 哇 真相 今天庞德带我们出外景 我就特别注意到 庞德拿那个强力水柱 在刷的第一栋 就洗它前面的这个 散热器的那个地方 散热片的地方 刷得很用力啊 对对 我不是喷轮圈哦 其实不要喷轮圈哦 要喷哪里 喷散热片嘛 就是说我通常在第一道 清洗车身的时候 我都习惯顺便把散热片给清了 但是重点是因为这个散热片 跟冷气有关嘛 当然呢 我们尽量能够让冷气负担越低越好 所以我也跟各位分享几个 我自己有时候用的一些 让车内降温的方法 是 我们昨节目中讲到一个 用水水物去喷洒嘛 但是其实有些更高科技的办法 你去百货店会买到一种 叫做太阳能的抽风机 哦 它太阳能其实也蛮厉害的 它就是说 要装在哪里呢 对 你看嘛 我们车门都有窗框嘛 然后玻璃会降下来 对不对 它就做成一个长条形的造型 还有点刀钩 你就把玻璃身上来 刚好把它夹在这个窗框的边围 上圆的这个地方 对 它就会有一个 里面有内置的一个抽风机 是 刚好就是在这个缝隙里头 你门关起来之后 抽风机就架在这个位置了 然后呢 你说那我怎么启动 你不用启动啦 什么时候需要降温 太阳大的时候嘛 它上面有太阳能发电板 当你阳光来的时候 就开始抽风了 所以呢 当你上车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因为你不再是有抽风嘛 所以车内当然温度都降了很多 所以当你降下来 冷气够凉了 那个就可以收起来了 对 就是说收起来之后 当然那时候你冷气负担的 没那么重 对 但其实现在还有一个 更高科技的 你车内呢 有些高级车会有所谓的 预约抽风系统 我们车都有冷气嘛 但是你要在车上按嘛 高级车不是哦 比如说待会我一点要上车 我就设十二顶半 你人没上车哦 十二顶半的空调 已经自动在抽风了 这个很厉害 你偏贫也肯定藏了 没错 你都藏了好嘴啊 听说还有更厉害的手机 这一批冰就给操作了